吃饭八字实战讲座 这里我们讲如何看是否有外财 所谓外财一般是指不劳而获 一想得到有财 比如中奖 赌博捡到钱 购买收入等等等等都是外财 外财定位点是时辰偏财 因为这两点与预言都是同意相似的 声望和从何走时辰偏财运 中有外财 比如说 依然是心吧 走乙的运气或者走什么 走鬼水是吧 这当当运 中有外财 这个运一般指的是什么 大运流年流月都算是 声作望和八字和运动时辰偏财望 走右手运有外财 这个怎么理解 比如说 这是心 这个偏财 这里再来一个汗水的 深入 这个偏财的时辰都好望是吧 如果走的运 走一个悟土 或者走极土等等 让他忘的时候也容易有外财 为什么 因为他八字能带的他有这个机会 加着他忘能力够走的就有 财 财为用成财库坟通给我意想不到的财 比如说 嗯 互成 如果走一个虚的年 虚冲的成 成什么是水库水不是财吗 啊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大财 随后一开花也很多钱出来 就意想不到的大财 啊 这个八字我们精品当中讲过了啊 好 神作大家看看啊 嗯 八字东那个骗财是吧啊 有骗财是吧 就是有外财的机会 嗯 鬼司大运 又走骗财运 这个运用 只要留年好 肯定会有外财的啊 等到声望的时候可以抓住外财 一二年人成 大家看看 人不是不是祝他 生下万 这年是有外财 人云归卯月 这两个月是不是祝他啊 这两个月有外财 一年别忘了 读过一了喝几瓣 这个是 从过对吧 嗯 丙城大运 我们看一下丙城大运 城是什么 城是水库是不是 如果难一点把它冲了 他会不会发大财啊 丙城大运呢 06年 兵徐这年是不是 比一下把城冲开了 城水库一下大开 会有一样不到大财 是吧 这年董球赢了花是上百万 这就是财酷焚冲的一个大财 那大家如果自己发布的带着 不要只可以去看一看 而且非常非常理念的 好了 今天